第一個就是把PSD02這張圖 這張圖指的應該就是背景圖 他希望把這個背景圖放到剛剛這一張 放過來怎麼放,很簡單 當然有幾個方法,Ctrl-A,Ctrl-V也可以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按右鍵,複製圖層也可以 把整個複製過去,複製到哪裏呢 複製到剛剛這一張,就是PSA206這個地方 那名稱他有沒有要求? 他名稱好像沒有特別要求 他說複製一個,但是他沒有說要複製什麼名稱 如果沒有複製的名稱,乾脆就用他預設的圖層2好了 按確定 我們來切回到剛剛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圖層2了 而且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有一個圖層 有沒有 因為剛剛我們加了這個效果之後 有沒有發現 他有複製片的效果出現了 有沒有,OK 所以複製片主要他的效果有點類似像這樣 然後呢,我們要針對這個圖層2 他要做2個,等於複製2次 那第一個的話,他要做什麼呢 就是 設定混合模式的綠色效果 和不透明50 所以呢,他這個 剛剛提到這個圖層混合模式 那這個圖層混合模式怎麼叫出來 第一個你可以從圖層的上方這邊可以找到 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還有一個方式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快點2下這邊也會出現 只是說 綠色效果如果你要找的話 應該最簡單 這邊點2下 如果你要找的話就這邊也有啦 OK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上面這邊跟這邊點2下 這邊點2下左鍵 這邊看到是一樣 那當然這邊比較快 所以我們乾脆就不要點2下 我們直接拿這個 這邊其實 會有綠色 這個下面也有綠色 所以我把它取消掉 OK 所以這個叫圖層的混合模式 OK 所以點一下 選這個嘛 然後呢 找到綠色 OK 綠色長這樣 等於是把顏色綠掉了 OK 那不透明度的話呢 它50 可是你想說那個不透明度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不透明度0的話 它的原來圖不見對不對 等於是完全透明了 那如果說呢 我假設100的話 感覺又是另外一個效果 所以將來你們可以自己再去搭配一下 不一樣的透明度 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 哇 居然差異這麼大 所以以後 至於要怎麼做 有的時候 當然你自己有一些想法 那你就可以針對自己的想法 去把一些效果調出來 所以期末的報告 我是建議 也許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把類似這種遮色片的概念 把它拿進來做做看 你會發現這張圖的質感完全不一樣 不然的話 每個人做出來都是非常 好像都差不多一同 OK 50好了 好 第一張OK了 第二個的話 再來就是 再複製一個圖層 OK 然後呢 混合模式叫色彩增值 不透明度80 所以第二個 我們一樣再切到剛剛的PSD02這一張 然後一樣按右鍵好了 我們用複製圖層 然後呢 把它複製到 剛才圖層3算 然後呢 把它複製到 PSA206這一邊 按確定 好 就過來了 那就圖層3 然後一樣呢 把它改成叫色彩增值 這邊有 OK 色彩增值 色彩增值 這有什麼差嗎 正常是這樣子 色彩增值 那可能你想說 老師 那這個我怎麼知道 色彩增值有什麼差別 其實你可以把眼睛閉起來 不是叫你把眼睛閉起來 是說把這邊的眼睛閉起來 你不要眼睛閉起來 什麼都看不到 OK 色彩增值 這個是色彩增值的效果 那這個是正常的效果 那因為不透明度的關係 所以剛剛50嘛 把它恢復 長這樣子 正常狀況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它恢復 把它改成色彩增值 OK 然後不透明度 改成80 所以這邊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調一下 不同的效果 不透明度越高 那能夠做到什麼效果呢 OK 好啦 反正就填80 其他細節部分 我想各位 可以自己再去玩玩看 也就是不同的 這個所謂的混合模式 可以做出不同的效果出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把第二題給做完了 然後待會再來看第三題 第三題其實就是要把什麼 把那個蝴蝶 蝴蝶怎麼樣呢 把它去背 然後放到剛剛的這個地方 並且執行水平翻轉 旋轉-15度 所以做兩次的旋轉 然後再把它塗成樣式加陰影 那陰影要跟這個最後得到的結果一樣 所以有點類似像這邊 變成像這樣子 這個陰影有點怪怪的 它是白色的陰影 好像有點像是那個光線 應該是從下面往上照 有點像一個碳 就是有沒有 往上照的感覺 所以這個怎麼做 也許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那第二題 再來待會我們來看那個蝴蝶的部分 那蝴蝶其實重點就是要先把它選起來 然後選完之後呢 把它移到這個206的這個檔案裡面 然後呢 並且就是在做水平翻轉 有點像鏡子一樣 翻轉過來 然後旋轉-15度 並且增加那個陰影的效果 試試看 我們來做一整個版本 三個月 積極的那些 我們來做了 我們來做好 感谢观看